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于什么性质 该如何寻求真理解决 请看基督徒的经历见证 我教人学东西 为什么总留后手 2021年7月 我在教会制作视频 我知道这个本分挺重要 每天就花大量的时间看教程 查资料 弟兄姊妹交流业务技术 我都会认真听 过后仔细分析 研究 实际运用 遇到难处 我就向神祷告寻求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我的技术提高了很多 制作的视频形式比较新颖 工作效率也高 大家都很羡慕我 遇到业务问题都来问我 我心里就有种成就感 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 终于看到一些成果了 负责人看我制作的视频果消好 就让我给弟兄姊妹交流自己的业务技术和制作经验 还有些弟兄姊妹主动要求来听我交流 我就感觉很露脸 但说到关键的部分时 我就开始顾虑了 如果我把这些业务精髓部分说出去 大家学会了 他们的工作果效就会逐渐提高 到那时 还会有弟兄姊妹来向我寻求吗 他们还会高看我吗 还是不能全告诉他们 于是我就说一半 留一半 也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 但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次 一个姊妹说 按照你教的方式 制作的视频是比原来好多了 但效率还是不高 你是不是还有些没交给我们呀 我还若无其事地回复他 我就是这样做的 效率不高 是不是你们的技术不熟练导致的 姊妹就没再说什么了 这样应付人家不好吧 姊妹又难出来寻求 也是为了把本分尽好呀 是 当时我心里有些受责备 意识到我这是在耍鬼诈 但看看自己的工作果效 比其他弟兄姊妹都好时 我仅有的那点责备就被压下去了 月底总结是 我制作的视频数量最多 质量也是最好的 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心里没自私的 庆幸自己 起初没把那些业务精髓部分 都交给弟兄姊妹 要不然 我的果效就不会是最好的了 就在我沾沾自喜时 负责人发现我 没把自己会的业务都交给大家 就对付我 你太自私了 不考虑教会的工作 光顾你自己的果效 只想显露自己 你一个人的力量才多大 如果大家能掌握技术 整体的工作进度 就能往前推进 负责人说得对呀 互相交流经验 去长不断 这对教会工作有利呀 是 我也知道这样做 对教会工作有利 可以想到 要是大家都会了 就没人高看我了 心里就很纠结 我就向沈祷告 沈啊 这段时间 我为了自己的利益 身不由己地耍诡诈 我也不想活在这种败坏性情中 愿你带领我 认识自己的问题 摆脱败坏性情的捆绑 灵修时 我看到神的话说 外邦人有一种败坏性情 他在教别人 一项业务知识 或者技术时 他认为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要是把我会的都交给别人 就没有人高看我了 人也不会服我了 我这个老师的地位就没了 这可不行 我会的不能都交给别人 我得有所保留 我会十样 就交给别人八样 得留两样 这样才能显出 我比别人都高明 这是什么性情 这就是诡诈 你们在教别人 帮助别人 或者分享自己所学的东西时 应该具备什么态度 尽全力不保留 你把这些恩赐特长 都贡献出来 这对所有尽这项本分的人 都有利 对教会工作更有利 你别把一点简单的东西 告诉大家 就觉得不错了 就算没有保留了 这不行 你只是教了一些理论 或者是人在字面上 能看明白的东西 但里面的精髓 要点 初学的人 根本没法误导 你只说个大概 也不多说 细说 心里还想 反正我告诉你了 我没有存心要保留 你没误导 是你自己素质差 那不怨我 就看神怎么带领你了 这个存心里 是不是带有诡诈 是不是自私卑鄙 为什么不能把心里所有的 所明白的 都交给别人 反而还有保留呢 这就是存心的问题 性情的问题 如果人不追求真理 还像外邦人一样 凭撒旦性情活着 那就太累了 在外邦人中间 竞争太大 人学一样技术 业务 掌握到里面的精髓 不容易 一旦被别人知道了 掌握了 自己的饭碗 有可能就没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人必须得这么做 就得处处小心 自己所掌握的那些 就是最值钱的东西 那是饭碗 是本钱 是自己的命根子 不能告诉别人 但是你信神了 在神家 你如果还那么想 那么做 这就跟外邦人 没什么区别了 阿们 阿们 看完神的话 我感觉 好像神直接在审判 揭露我一样 看到自己信神多年 生命性情没什么变化 还和外邦人一样 凭着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这些撒旦生存法则活着 有点技术 会点手艺 就要为自己留一手 不会轻易地 全都交给别人 就是为了 保住自己的地位饭碗 这段时间 我比别人 多掌握了点业务技术 基本分有点果效 我就沾沾自喜 享受被人高看的感觉 负责人 让我交流业务技术 可我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就说一半 留一半 生怕弟兄姊妹学会了 在业务上高过我 就没人高看我了 甚至 弟兄姊妹单独来问我 我还说谎掩盖 不告诉他们实情 看到自己奉行的 就是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的撒旦哲学 为了名誉地位 藏心眼耍鬼诈 生怕别人 把精髓部分学去了 就没有自己 出头露脸的机会了 丝毫不考虑教会工作 不体贴神的心意 把这点技术 当作保住 自己名誉地位的工具 我真是自私卑鄙 没有人性 我就向神祷告 愿意实行真理 背叛肉体 我想到神的话说 一般人刚接触某方面 业务知识的时候 只能理解到字面意思 要点精髓这一部分 得需要一段时间的实践 才能摸索到 你已经掌握了 就直接告诉他 别让他走那么多弯路 花那么多时间去摸索 这就是你的责任 是你该做到的 你把你认为的重点 精髓都告诉他 这才是不保留 这才是没有私心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是我有了实行的路途 就是能把自己悟到的 业务精髓要点 都告诉弟兄姊妹 这样大家 就不用再花时间 走弯路了 还能在这个基础上 误出更多 本分越进越好 这对教会工作有利 是 是啊 另外 我能掌握这点业务技能 基本分有点果效 不是我比别人聪明 或比别人追求 而是神的恩待 使我有这点灵感 我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了 得尽到自己的责任 把自己所明白的告诉弟兄姊妹 这样整体工作果效就会更好 是 对 于是 我就把自己所掌握的业务技术 都交给了弟兄姊妹 发现有什么好的方式 也会主动告诉大家 一段时间后 我们组的工作果效 比之前提升了很多 还有些弟兄姊妹 在我那个业务基础上 又有了创新 感谢神 真是太好了 存心摆对了 就能看到神的带领啊 是啊 一个月后 因为人员调整 负责人把组长李志弟兄调走 负责新的小组了 安排我做了组长 我心里很感谢神 也想好好配合 由于李志组里的弟兄姊妹 都是刚操练的 业务还不太熟悉 他就安排几个 素质好的弟兄姊妹 来我们组学习 这几个弟兄姊妹 学东西很快 没多久 就掌握了业务技术 基本的果效越来越好 我心里就不平衡 你们来学习业务 我们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 这样下去 你们组的果效越来越好 我这个组 不就被你们比下去了吗 为了保住我们组的果效 我就把来学习的弟兄姊妹 从我们的群组都溢出了 随后 我还把其他教会 国效好的技术方式 拿来学习研究 心想 以往我们这边的业务技术 你们都学会了 以后我们学习新技术 不让你们知道 这样 你们就不会超过我们了 可没想到 自从我把他们移除后 我们组的工作果效 不但没有上升 反而下滑了 组里弟兄姊妹的情形 问题越来越多 我自己也感觉浑浑噩噩的 制作视频没什么思路 组里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存心不对 不寻求真理 不容易获得圣灵做工呀 是 我意识到 如果自己这样的情形不扭转 肯定会影响 整个组的工作果效 是 我就向沈祷告 沈啊 我这段时间在本分上 不管怎么付代价 都摸不着方向 求你开启带领我 认识自己 走出这种困境 一天灵修时 我看到神的话说 人活在错误的情形里 也不祷告神 也不寻求真理 圣灵就离弃了 没有神同在了 不寻求真理的人 还怎么会有圣灵做工呢 神验证了 神就向人掩面了 圣灵就隐藏了 神不做工了 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神把你搁置一边 你不就完了吗 你什么也做不成 外邦人 为什么做事那么难呢 不就是因为 各揣心腹事吗 各揣心腹事 什么事也办不成 办什么事都那么费劲 即使很简单的事 做起来也很费劲 活在撒旦圈下 就是这样 你们如果也像外邦人 那么做 那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就没什么区别了 如果是凭撒旦性情 活着的人掌权了 没有真理的人掌权了 事实上 是不是撒旦掌权了 如果他所做的 多数都是违背真理的 圣灵就不做工了 神就把人交给撒旦了 一旦交给撒旦 人与人之间的嫉妒 纷争 等等各种丑相都出来了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 没有圣灵做工了 圣灵离弃了 神不做了 神不做 人明白的那点字句道理 还有用吗 就没有用了 圣灵再也不做工了 人就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什么也摸不着了 就跟死人一样了 到那时 人就傻眼了 人所有的灵感 智慧 聪明 看见 开启 都是神给的 都是神做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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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神的话中啊 我感受到神的公义性情 神对待人的不同表现 都有不同的态度 如果人尽本分存心对 能寻求真理 与弟兄姊妹同心合一 维护教会工作 就能获得圣灵做工 是 如果不实行真理 活在撒旦败坏性情中 神就验证离弃了 是啊 想想这段时间 其他组的弟兄姊妹 来我们组学习 我看他们学得快 工作国效也比我们好 我就嫉妒他们 为了能超过他们 我就把他们都移出了群组 不让他们继续参加我们组的学习 这样 我们组就不会被比下去了 我这样的表现 和外邦人一样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总怕别人超过我 影响我的名誉地位 丝毫不维护教会工作 特别自私卑鄙 看到神的话说 神不做 人明白的那点字句道理 还有用吗 就没有用了 圣灵再也不做工了 人就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什么也摸不着了 就跟死人一样了 到那时 人就傻眼了 确实就是这样啊 是啊 想想 我开始做这个工作时 就想着学好技术 把本分尽好 遇到难处 就向神祷告寻求 学什么东西也快 身体还不感觉累 现在 因着我活在 争名夺利的情形中 不寻求真理 处处凭着败坏性情做事 让神验证离弃 尽本分 没什么方向目标 干什么都感觉笨拙 看到神不做 我所掌握的那点业务 根本派不上用场 这都因着 我尽本分存心不对 处处只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实行真理导致的后果 真是这样啊 不实行真理 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确实经不好本分啊 是啊 这时 我想到一段神的话 是关于 神揭示狄基督 做什么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不考虑神家利益方面的 全能神说 狄基督这类人 无论担当什么工作 从来不考虑神家利益 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是否受到损害 只考虑眼前对自己有利的那点活 对他来说 教会的主要工作 只是业余活 他根本不当回事 推一推 动一动 他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只做维护自己权力地位的工作 凡神家安排的工作 福音扩展工作 神选民的生命进入 在他眼中都不重要 无论别人的工作 有什么难处 发现什么问题 向他反映 话说得多么诚恳 他都不理睬 也不参与 好像与他无关 教会发生多大的事 他都不管不问 即使把问题摆到他面前 他也只是应付了事 除非上面直接对付他 命令他处理某个问题 他才勉强做点实际工作 做个样子给上面看 过后还是忙自己的事 教会的工作 涉及全局的大事 他都不关心 不搭理 甚至发现问题 也不处理 别人提什么问题 他也是应付应付 支支吾吾 很勉强地应对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还有 狄基督无论尽什么本分 总考虑能否出头露面 只要能提高知名度 他就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地去学去做 只要能出人头地就行 他无论做什么 想什么 处处只为自己的名利地位着想 无论尽什么本分 只争高低 争输赢 争名望大小 他只在乎仰望他的人有多少 听从他追随他的人有多少 他从来不交通真理 不解决实际问题 从来不考虑尽本分 怎样达到办事有原则 有没有忠心 有没有尽到责任 还有没有什么偏差 存在什么问题 也不考虑神的要求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这些他丝毫不理睬 只为得到名利地位 满足野心欲望 埋头做事 这是不是自私卑鄙的表现 这就完全暴露出 他内心充满了野心欲望 与无理要求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受他的野心欲望支配 无论做什么 动力源头都来自于自己的野心欲望 与无理要求 这就是典型的自私卑鄙的表现 阿们 阿们 神的话借是敌基督 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做事 丝毫不考虑教会工作 凡是教会安排的事 或别人在尽本分上 有什么难处问题 他从不关心过问 就是看到弟兄姊妹有难处 他也不理睬 特别自私卑鄙 没有一点人性 是 对照弟基督的表现 反省自己尽本分 虽然外表也能受苦付代价 下功夫学技术 但我不是在体贴神的心意 而是把本分 当作自己获得名誉地位的工具 考虑的 都是自己在这个人群中 有没有地位 是否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器中 却从来没有想过 神的要求是什么 我该怎么满足神 当尽本分有点果效 大家都来向我寻求时 我的名誉地位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与弟兄姊妹交流业务技术时 我就耍鬼诈 藏心眼 说一半留一半 不把业务的精髓告诉给大家 还把来学习的弟兄姊妹 移出群组 不让他们学习 生怕他们学会了 抢了我的风头 想想这座视频 是为了传扬神的话 我应该与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尽好本分 让更多可莫神显现的人 早日来到神的面前 追求真理蒙神拯救 是 可我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 丝毫不愿把自己 所掌握的业务技术 告诉大家 把这些业务技术 学习资料 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自己一个人独享 只想显露自己 满足自己 让人高看的野心欲望 丝毫不考虑教会工作 不体贴神的心意 我这样的表现 和敌基督有什么区别 我感到自己 这样的情形很危险 就在心里向神祷告 神啊 我不愿再昧着良心 只顾自己的利益了 我愿意悔改 把自己所掌握的技术 都交给大家 尽好自己的本分 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人如果不明白真理 利益是最不容易放弃的 因为人的生命哲学 就是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可见 人都是为利益活着 人都以为 没有利益 失去利益 人就没法生存了 好像 人的生存 就离不了利益 所以 多数人 都是唯利是图 把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 都是为利益活着 让人放弃利益 就等于 让人舍弃性命 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 就必须得 接受真理 只有明白真理了 才能看透 利益的实质 才能学会 放弃 背叛 达到忍痛割爱 当你忍痛割爱 放弃利益之后 你就觉得 心里踏实 平安一些 这样 你就得胜肉体了 你若是死报利益不放 丝毫不接受真理 心里说 我就是要得到利益 绝不吃亏 这有什么错 神也没有惩罚我 人能把我怎么样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但你这样信神 最终得不着真理生命 那你可就亏大了 不能达到猛拯救 这是不是最大的遗憾呢 这就是追求利益的最终下场 如果人只追求名利地位 只追求利益 永远也得不着真理生命 最终受亏损的是自己 神要拯救的是追求真理的人 如果你不接受真理 不能反省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 你就没有真实的悔改 就没有生命的进入 接受真理 认识自己 这是你生命长进 达到猛拯救的途径 是你来到神面前 接受神检查 接受神审判刑罚 得着真理生命的机会 如果你为了追求名誉地位 追求利益 而放弃追求真理 这就等于是放弃 接受审判刑罚 达到猛拯救的机会 你选择的是名利地位 是自己的利益 但你放弃的是真理 失去的是生命 是猛拯救的机会 哪头大 哪头小 你选择了利益 放弃了真理 这是不是愚蠢的人 用土话说 这是占小便宜 吃大亏了 名利 地位 金钱 利益 都是暂时的 都是过眼云烟 而真理生命 是永远的 是永恒不变的 如果把导致人 追求名利地位的 败坏性情解决了 那就有希望 达到猛拯救了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把人总维护自己利益 不实行真理的危害后果 以及正确地实行路途 都说得很清楚啊 是啊 从神的话中啊 我明白了 如果总抱着自己的利益不放 丝毫不实行真理 受亏损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这样会失去得着真理的机会 这是最愚蠢的人 是啊 之前 我凭着撒旦的哲学活着 认为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把自己所掌握的业务 交给弟兄姊妹 是吃亏的事 如果大家学会了 国效比我好了 那我在这个人群中 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现在才看到 这是撒旦的谬论 是鬼诈人的处事之道 凭着这些东西活着 只会越来越自私 诡诈 没有人性 最后被神显明淘汰 是啊 我应该放弃个人利益 把自己会的 交给弟兄姊妹 这样才合神的心意 才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这样做人 心里踏实平安 是 而且借着自己的交流 弟兄姊妹 在我的基础上 又有些创新 我自己也能在业务上 得到一些提升 这根本不吃亏 真是这么回事 是啊 我不想再自私卑鄙地活着了 以后在本分上 有什么好的路途 或者好的技术 我都愿告诉弟兄姊妹 一天 一个姊妹问我 怎么能提升工作效率 当时我心想 我要把我们组的方式告诉你 你们组的果效好了 我们这边就会低 到时 别人会怎么看我呀 这时 我想到神的话说 你能尽上自己的责任 尽上自己的义务与本分 放下私欲 放下自己的存心 动机 体贴神的心意 把神家的利益 把教会的工作 把自己该尽的本分 放在第一位 这样经历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这样做人好 活得光明磊落 不是卑鄙小人 活得不是窝囊 龌龊 卑鄙 而是光明正大 这是人该活出的形象 是人该做的 慢慢地 你心里满足个人利益的欲望 就越来越小了 阿们 是啊 姊妹来寻求 也是想提升工作果效 是为了教会工作着想 我不能再考虑 自己的名誉地位了 应该考虑教会的利益 放下自己的私欲存心 帮助弟兄姊妹 于是 我就把自己会的 都告诉了姊妹 这样的行事 我心里很踏实 感谢神 没想到 姊妹也给了我一些好的学习资料 让我能更好地提升业务 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只能在心里一个月地感谢神 借着一点点学会放下个人的利益 也让我体尝到了实行真理的甜头 后来 我还把自己收集的学习资料 和一些好的技术方法 都发给弟兄姊妹参考 感谢神 能放下自己的利益 实行真理不容易 是 是 经历过来 我看到自己被撒旦败坏太深 做什么都是以个人利益为重 不考虑教会工作 流露的性情和敌基督一样 但神没按照我的过犯待我 还一次次摆设环境来洁净变化我 这都是神的爱 同时 我也体会到了神的公义性情 在我走错路时 神向我掩面 做什么都碰壁 当我按照神的话实行 百对存心能维护教会工作 把自己所掌握的技术 都告诉大家后 弟兄姊妹有什么好的技术方法 也都互相交流 我们组的视频工作果效 也提升了 感谢神 是 我真是体会到 按照神话与事情 心里踏实平安 虽然现在遇到事 我还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但我知道依靠神背叛自己了 感谢神的拯救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